Hello,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週陪你聊聊新聞時事 最後一題,或是一些輕鬆有趣的生活心知 那今天的這一集,我們要來聊聊的主題是外送平台 最近台灣的兩大外送平台Foodpanda 跟UberEast拋下了震撼蛋 Uber即將用高達9.5億美元 也就是大約308億元的台幣現金 收購Foodpanda的台灣外送事業 雖然整個收購案還需要台灣的主管機關審核 但消息一說,很多網友都在討論 外送平台是不是要改名了? 有人提議Uberpanda或Eatpanda 但更受歡迎的可能是吳博弈和熊貓組合成的吳博熊 不過,這次的併購案也引起了不少人擔憂 由於兩大外送平台的市佔率超過八成 未來整個外送市場很可能會被UberEast給壟斷 很多人擔心,過去外送平台常見的爭議 像是消費糾紛、對餐廳簽訂不公平合約 甚至外送員的勞動權益都可能會持續惡化 到底外送平台為什麼會爭議這麼多? Foodpanda被併購又有可能造成哪些影響?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討論看看吧! 要講到外送平台的爭議之前 我們要先來談談外送產業是怎麼樣在台灣興起的 2012年Foodpanda在新加坡創立 並且在馬來西亞、印尼、泰國以及台灣營運 還是最早進入台灣市場的外送平台 當時台灣的社會形態正在改變 在位租屋的上班族以及不開火的雙性家庭比例攀升 外食人口也逐年增加 根據主機處的調查 全台只剩不到一成的民眾會固定自己煮飯 而Foodpanda提供的食物外送服務就順勢崛起 他們不只提供民眾線上點贊的服務 也解決了過去通常要滿額好幾百塊才能夠外送限制 受到民眾的歡迎 從2015年開始,不只外商平台 像是香港的Lalamove、新加坡的Honest B 以及美國的UberEast都陸續宣布進入台灣 就連台灣的企業,像是Foodmo、有無外送、吃飽沒等等 也加入競爭,形成了百家、真名的盛況 在外送發展的初期,很多人都會抱怨 外送平台大多都採用文字線上客服 不只沒有辦法及時回應 很多時候也只會得到罐頭的回覆,根本是鬼打槍 所以台灣本土的外送平台,像是Foodmo、有無外送 為了要搶用戶,紛紛主打了真人即時客服 要提供有溫度的服務 而吃飽沒外送,相較於其他平台動載30-40%的抽成 還能更打出20%的低服務費 再短短不到一年,合作餐廳就突破1000家 成為了本土外送平台的霸主 面對本土外送平台的這個公式 外商平台選擇用資本的力量應戰 像是被德國企業DeliverHero收購的Foodpanda 以及美國的UberEast 他們靠著雄厚的資本,全力祭出廣告行銷 以及免運補貼折扣碼優惠 搶到了更多的用戶,在台灣站穩外送老大和老二的地位 不過撒錢雖然暴力簡單 但長期的資金壓力也讓很多的平台吃不消 像是2019年6月,新加坡的Honest B就爆出了資金危機 傳出基線店家5000萬元,宣布暫停營業 同年8月,吃飽沒的創辦人也坦言 各家優惠大戰已經嚴重地衝擊到公司的營運,評估後決定要退出市場 不過,活下來的平台是找到客人了 但外送員不足成為了他們面臨的第二個問題 外送平台大打優惠戰,快速吸引了用戶 但外送員的數量卻沒有跟上 很多民眾抱怨叫個餐等很久 不然就是拿到已經冷掉的餐點,食不下咽 為了吸引外送員加入,外商平台又發揮了超能力 不惜虧本也要提供一單120元的酬勞真人 同時也用荷包深度自己掌握 時段任選將溫暖帶給別人的廣告標語 讓外送員這份工作看起來既談心自由又富有社會意義 2019年7月,PTT有篇文章《熊毛外送員月薪真的有10萬嗎?》 更是把外送員的討論推上了高峰 留言裡面有人貼出的新字單證明 外送員月入10萬不是夢,吸引了各家媒體真相報導 後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外送員 光是2019年,外送員就從數百位成長到破萬人 當時104人力銀行統計 外送員的年齡平均為26歲 有將近7成把外送當正值,平均月薪4.2萬 相較於大學生不到3萬的起薪,成為了熱門的選項 不過外送員這個看起來彈性又收入高的新興職業 卻爆出了勞動爭議 2019年的國慶年假,短短三天就連續發生了 兩起外送員的死亡車禍,引發了社會關注 根據平台的規定,外送員屬於承攬制人員 不受雇主指揮 可以自由地決定工作地點、時間、方式與內容 但同時也不像一般的僱傭制勞工 公司會幫勞工保有值在的保障 換句話說,這兩起意外事故的外送員 很可能沒有辦法獲得任何的補償 有人就質疑,外送員根本就不算承攬制人員 因為如果臨時不能服務,必須要24小時回報公司 而且服務期間也被強制要穿著制服 使用官方的保溫箱一點都不自由 他們批評平台利用承攬制的名義 把僱傭成本外包試圖淡化責任 勞動部也在假期的隔天大動作地發起勞檢 認定外送平台是假承攬真僱傭 對兩大外送平台開發 兩大外送平台雖然都承諾 會負擔這次事件後續的保險賠償 但他們還是強調外送員是承攬人員 而非僱傭勞工 後來更進一步更改契約強化與外送員的承攬關係 像是不再限制外送員穿制服 允許外送員可以在多家平台接單 甚至Food Panda還在合約中 要求外送員不能夠爭取雇傭權利 否則要付20萬元違約金等等 此外其實也有很多外送員 反對被認定是雇傭勞工 他們除了擔心失去時間的彈性 也擔憂如果只跑單一的平台 可能會讓收入減少 所以寧願自己去工會保勞保 或是買多一點商業保險就好 而除了勞動爭議之外 外送員造成的交通亂象 也在網路上面吵得非常兇 有人拍到一段影片 端段23秒的時間 就拍到7個外送員違規的事項 包含了圍停、逆向、跨越雙跑線 甚至還有多位外送員佔據半條馬路的情況 當地警方也說平均一個月 會對外送員開出30到50張的拔單 很多人都認為外送員會發生那麼多的意外 就是因為他們自己常常危險亂飆車 不過也有外送員反駁 這其實是外送平台的問題 外送平台廣正外送員 從2019年的4.5萬人 飆升到2020年的數萬人 大大稀釋到他們能夠接到的單量 再加上平台常常片面的更改外送單價 壓低他們的酬勞 甚至一單120的高薪 現在一單只剩下30到40元 如果一小時送三單 甚至還低於基本工資 為了維持收入 他們當然也只能標誌賺錢 所以也有很多人批評 這一切的亂象根本就是外送平台 除了外送員之外 他們跟消費者以及餐廳業者 也都有過不少爭議 根據統計 2021年光是兩大外送平台 在各縣市售理的消費爭議 就有將近2000件 主要包含被取消訂單不退費 訂單延遲卻不能取消 以及訂閱制服務無法使用 卻被收費等問題 面對這麼多的消費糾紛 兩大外送平台卻幾乎都沒有出席協商 或是調解會議 讓很多人批評 外送平台根本無心解決糾紛 另外Foodpanda跟合作餐廳之間的爭議 也相當嚴重 甚至還告到了公平會上 首先是店內價的問題 有業者抱怨Foodpanda強迫店家 要按照店內的價格看成菜單 導致他們沒有辦法把各通路的成本 反映在價格上面 只能夠自己犧牲利潤 充滿了半天只收到一點點錢 而有的餐廳 雖然靠著調高店內的價格因應 卻也引起了消費者反彈 因為這等於是把外送平台的成本 轉嫁到了沒有使用平台的顧客上 非常不公平 再來Foodpanda在發展顧客自取服務時 規定餐廳不能拒絕顧客自取訂單 也讓很多店家不滿 因為他們願意支付外送抽成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外送平台拓展客源 自取服務卻反而會讓原本就會內用 外帶的顧客流失到外送平台上面 然後餐廳業者還得多支付抽成的費用 非常不合理 後來公平會認為Foodpanda違反了公平交易法 裁罰200萬元 不過Foodpanda反駁 餐廳可以自由地選擇合作伙伴 他們對於願意維持店內價的餐廳 會提供比較低的抽成優惠 是為了創造雙贏 不是要建制競爭 所以也提起了行政訴訟 但判決還沒出來 今年5月中Foodpanda又拋下了另外一顆震撼彈 5月14號 Uber宣布要用9.5億美元 收購Foodpanda在台灣的外送事業 預計會在2025年的上半年完成這筆交易 很多人都好奇 Foodpanda是目前台灣市占率最高的外送平台 為什麼要賣? 而背後的關鍵 可能跟他的母公司 德國的Delivery Hero有關 Delivery Hero的主要業務是外送跟快點商 他們在疫情時雖然有強勁的成長 但整體的營運仍然面臨虧損 而在疫情之後 他們最大的亞洲市場就陷入了停滯 擴大了公司的財務困境 讓他們不得不撤除掉部分的技術中心 也發動過好幾波的裁員 反觀UberEach的母公司 美國Uber因為積極的調整業務運作 在2023年中 終於交出了成立10年來首次獲利的成績單 有人猜測Delivery Hero 為了要得到一次性的巨大收益 才會決定要賣掉台灣的Foodpanda 雖然這個併購案還需要台灣主管機關的審核 但卻已經引起了外界的擔心和討論 根據機制會的調查 2021年台灣消費者主要選擇的外送平台 分別是Foodpanda 78% 以及UberEach 61% 遙遙領先老三Foodomo 他只有6.5% 如果這兩大平台再合併 恐怕會成為外送巨獸又壟斷的爭議 不只消費者無法比價 既有的優惠也可能會消失 甚至外送員的勞動權益可能更加惡化 而外界的預測 UberEach很可能會從兩大方面 想辦法來說服公平會 首先是畫大市場 UberEach可能會用定價太高 大家可以去實體見消費的說法 把線下餐廳跟賣場都當成競爭者 來降低市場比、減輕壟斷的疑慮 再來UberEach可能會強化合併之後 所帶來的產業價值 今年3月 UberEach發布2023經濟影響力報告 強調他們為台灣經濟 貢獻了大約新台幣815億元的經濟產值 外界認為 如果合併之後 UberEach可以提升產業效率 增加就業機會 讓合併的好處多於壞處的話 公平會就有可能會同意 對此公平會表示說 兩大外送平台合併市占率會超過8成已經是獨佔 但市占率高不代表違法 或是一定會駁回 關鍵在於UberEach 濫用市場利益的可能性是不是很高 未來會召開公聽會以及座談會 聽取各方的意見之後再做決定 節目的最後 也想來聊聊我們製作這集的想法 我們團隊其實蠻依賴外送的 很感謝有外送服務 以及外送員 讓我們能夠節省不少的時間 來處理其他的事物 但這次在查資料的棍當中 我們發現這些便利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重要的議題值的關注 像是平台與消費者之間的糾紛 餐廳業者的不公平合約 以及外送員的勞動權益等等 不過在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有很多人討論說 不希望外送平台合併 因為擔心之後 可能會壟斷市場調漲費用 那我們認為 其實不論有沒有合併 調漲費用都可能是在必行 因為Foodpanda的母公司獲利不佳 如果沒有辦法透過出售 來改善財務狀況 未來可能會減少 對於台灣市場投入資源 影響到現在的補貼優惠 甚至為了增加利潤 對合作夥伴以及消費者漲價 那既然漲價是必然的 我們認為或許可以換個角度 來看待漲價 過去因為大量的補貼 促銷消費者 對於外送服務 都有著物美價廉的期待 進而忽視掉外送的成本 可能被轉移到餐廳、外送員 正式交通上 長遠來看可能也不太健康 如果未來漲價 可以讓獲利提升 進而提升服務 讓合作的店家跟外送員 都能夠拿到合理的待遇 我們認為 這或許是相對來說 比較可以接受的結果了 好的 那我們今天 關於外送平台的介紹 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按下追蹤的訂閱 如果是對於這集 外送平台的內容 對我們的Podcast節目 是我個人 有任何的疑問跟回饋 也都非常歡迎你在Apple Podcast 上面的下午心留言喔!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